一系列交代 听上去很是令人不解 但屋子里头几个人都明白 大小姐这么安排 自然有她的用意 所以东丽也没有再多问 很快便接过最后一封信 恭敬称是 这件大事礼顺之后 东丽也没有忘记另外一件事 今日回莫王府给主子送信 却让他给大小姐带几句话 一会儿他得马上回南边 所以这话自然不能忘记说了 不然等回来 最少得好几天之后了 大小姐 恭敬称属下转告您 壮亲王府选女婿的事情 她已经知道了 公子请您放心 说是不会那么让人容易地 打上与世子 以及莫王府主意的 东丽说道 另外 公子还让属下转告您 三个月之后 林小小父亲 将会被提拔为 拢析刺史 而这事肯定是实打实的 不会出现任何意外 还请大小姐 放开手脚 去做您想做的事 应该转达的话 转达完毕之后 东丽就没有再做耽搁 很快拿上信 便先行离开此处 不过半个时辰功夫 她便做好一切准备 连夜带人 前往南边 至于这个时候 京城城门早就关闭的事 当然不可能难到他们的 而寒江雪却是 从刚才 莫里让东丽 带回那几句话里面 听出不少东西 好一会儿之后 她才不由地 书信一笑 按道 这家伙 还真是及时雨 也不知到底 动用什么手段 竟直接向林小小父亲 从原来普通官位 升到隆西刺史 这样的位子上 看来 莫里早早猜中 她的心思呀 刺史一直 虽为外放官员 但品阶 比林傅之前的 一下子提升不少 而且还是 一个十全在握的 重要官职 更主要的是 隆西那个位置 较为特殊 颇受朝廷重视 如此一来 林家门户 自然也算是 上了个大台阶 儿时有八九 莫里将林傅 这种清流的官员 暗中推到 隆西上位 只怕这其中 还有另外一些考量 不过怎么都好 莫里这事 干得漂亮 以林傅的才华 本来早就应该 有这样的待遇的 并由此能力 担任此等职务 不过因为心性 过于耿直 又无后台撑腰 所以提升知识 当然就极为艰难 如今虽是 莫里暗中帮忙 但林傅也算是 实至名归 成着这样的好东风 大哥去林姐姐一事 自然将更加 好办得多 第二天一早 韩江雪 不让紫月 就将林小小接过来 时辰虽早 不过因为 还有着别的重要事 要做 所以也没有急着 拿所谓的绣活 针线做样子 而是直接 带上林小小 先一起 去川先生那边 韩江雪 平日都是上午上课 因着马上就要过年了 所以这几天都不会休息 连着一直要上到 除夕前两天 而后再一并放假 直到十五之后 才会恢复正常 雪儿 你去川先生那儿上课 可不是闹着玩的 带上我的话 会不会惹得 川先生不高兴 连带影响到你 那可就不好了 林小小自然是有些担心的 刚才她听韩江雪说 要带她一起去时 便感觉不妥当 不过却被江雪 硬拉着上了车 根本没有给她 任何商量的机会 而后又听江雪 提了一下川先生 基本情况 一时间心中觉得 就这般跟着一起去 会显得过于唐吐无理 不过 她却没有过多询问 江雪带她去川先生 那边的用意是什么 总之知道 一定是有重要原因 不会乱来的 她只担心 这般跟去 会显得不好 不过韩江雪 不这么认为 摇了摇头 她说道 林姐姐 放心吧 昨日我已经跟师父说过了 要带人过去 我会有事的 我师父的性子 是古怪了一些 不过心地绝对不坏 一会儿看见她之后 无论她说什么 你都知道没听见就成了 跟着川先生 学了段时间的琴 韩江雪倒是对这个老黄叔 欲发认可 嘴里师父师父叫着 特别顺畅 下意识里 也跟宋青一般 对那个怪老头 颇为喜欢 什么 她说什么 都当没听见 林小小听到这儿 可是更加不明所以 满脸疑惑 显然不知道 韩江雪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嗯 我是说 你别太把她所说的话呢 放在心上就成了 我师父那人性子 也有些反反复复的 常常说了些什么 一会儿自己都不记得了 若是不太好听的话 你别叫真就是 韩江雪又稍微解释一下 如今她可是发现 自己这个师父 说话的确是不太注意 往往想到什么 就说什么 从来不会顾及 听的人的感受 不过这也算是 极正常的事 毕竟老黄叔身份摆在那儿 老黄叔呀 连皇帝都要对他 客客气气的 自然是没有必要 跟寻常人一般 有那么多考量 再加上 川先生所造就的情道 属于那种 至情至性的范畴 如此一来 更是不会拘泥什么小节 韩江雪有时候想想 自己这个师父 还真是完全 跳脱室外的人 而其实 跟这样的人打交道 才是真正的 最为轻松简单的 林晓晓顿是明白 韩江雪意思 自时很快笑着点头 而后亦不再多说其他的 到达川先生那边之后 韩江雪 先让林晓晓在情房外头 等上一会儿 自已先行入内 不一会儿功夫 她便再次出来 将林晓晓被领进去 师父 这就是我上回跟你提过的 韩江雪把林晓晓带到川先生身边 不过话还没说完 却是被打断了 哼 十字嘛 川先生 里都觅离韩江雪 静止朝着林晓晓吩咐 十字的话呢 现在去把那一边 低个书架中间的那一层的书 去整理好 吩咐完之后 川先生便不再理会林晓晓 一个挥手 示意韩江雪 立马去自己情那边坐好 准备上课 就跟压根儿 没有林晓晓这个人似的 见状 韩江雪 也没有着急多说什么 很快用目光朝林晓晓试一下 而后自行落座 包饿试地准备上课 她心中清楚 先生最宝贝 这几大书架的藏书了 所以能够让林晓晓去整理书架 便说明 并非真如面上所表露的 那般真不那么待见 不过师父 并没有具体说明 要怎么整理 并且指定 是第一个书架中间的那一层 从这些书 数目上来看 需要的功夫 大概正好是 她上一堂课的时间 看来师父这是 想考验考验林姐姐了 如此一来 她自然不好再插手什么 省得反倒误事 一堂课 很快便开始了 韩江雪这些天 静不惊人 连自己都有些感慨 原来 她竟还真是一个学情的好苗子 而川先生授课方式 也是实施变化的 就好比今日 什么都不做 单单抽出一小段乐曲 让她最少分成四个不同风格去演奏 而且 每一种演奏风格 都必须得说出一个 条条道道来才行 韩江雪很快便明白 今日这堂课已经开始设计到自由创作这一块上了 一时间兴趣更是大增 一老一少 一师一徒 就如同闲剧家常一般 不知不觉便将一堂足足差不多一个时辰的课给上完了 韩江雪收获很大 而川先生亦是很满意高途表现 先表扬一番 末了确实拉下脸 说道 思维灵敏 创意极佳 路子很宽 也很广 这些都好 不过 好归好 但你本还可以做得更好的 可因为 你基本功 总归还是差太多了 所以 将你想表达出的东西 打了个太大的折口 听到这一话 韩江雪自然没什么不高兴的 点头笑着说道 嗯 师父说得对 这方面 我的确差太多了 哼 知道自己差在哪儿 还有一丝笑 也不知道勤快练习基本功 川先生 可是没冲他笑 张嘴便认出话来 从今日起 你回去之后呢 每天在原来基础上 再多增加半个时辰 什么时候基本功达到了 什么时候 才不用额外的增加练琴功夫 不会吧 师父 我在家每天已经练得很勤快了 再增加半个时辰的话 那岂不是连觉都没得睡了 韩江雪一脸悲痛 这个好师父 还真是太会坐地起架了 他这才上多久的课呀 就已经连着被加了三次练琴时间 而且这一回一加便是半个时辰 这真是打算要让他晴阳天下嘛 偏偏川先生 也知韩江雪性子 只要答应的 无论有没有盯着 都不会偷懒 所以督促这一块倒是省心得很 每日看这个徒弟 飞速进步 便知道 这丫头说出的话 从不含糊 行了 你就别再为师这儿 装可怜 你每天呢 也就到我这边 来上一个时辰的课 其他那么多空余时间 还怕再多加半个时辰的练习吗 川先生可没半点好商量的地方 哼哼着说道 哼哼 不想耽误睡觉功夫 那每天 稍往外头跑一会儿不就行了吗 少参加那些软气八作的宴会 省出的时间呢 你就算再加三五个半时辰 都够了 别别 师傅 我答应你就成了 你可千万别再给我加了 寒江雪头皮一阵发麻 赶紧应下 省了他这个师傅 一失兴起 再给来个连家 那他真是哭都找不到门了 见寒江雪 果断应下 川先生这才得意笑起来 一副语中心肠的样子 说道 嘿呀 你可别不高兴 为师对你呢 这还算宽松得很 想当年你小师兄 刚开始学的时候 每天在家最少 连三四个时辰 你这才多少 加起来也不够两个时辰 正说着 却见林小小似乎也已经整理完了 走过来 所以川先生倒是停下来 不再和寒江雪说话 他也不问林小小 只是自行起身 走到先前那个 他指定要整理的书价前 从头到尾 将中间那排书 快速扫一遍 看过之后 虽没有说什么 不过面上倒是露出 几分满意之色 林小小本就是一个 聪慧不已的女子 再加上 在情谊之上 也颇有造诣 这方面懂得东西也多 所以看见那排书之后 也没有急着就动手整理 而是先扫了一下 其他的几排书 看见那些书 归类整理的方式之后 这才开始行动 而结果 细心 再加颇为丰厚的情谊知识 让他的整理 不但十分顺利 而且还明显得到了 川先生认可 看到师父面上神色 韩江雪不由地露出笑声 看来 他之前打算 果然还算靠谱 对于一个在情谊上 有天资的人来说 就算先生因为各种原因 不会再收起为徒 但至少 会因这份欣赏 而新生不少好感 嗯 书整理得不错 看来你在这个方面 倒算是 有所研究的 川先生在这一点上 绝对是个实在人 好就好 不会舍不得赞美 他转头看向林小小 但语气 干巴巴地说道 上一回 我这徒弟 求老夫帮你一个忙 老夫这人从来呢 都不喜欢管闲事 所以按理来说呢 压根是连考虑 都不会考虑此事的 只不过 江雪答应帮老夫 去完成一件事情 以此作为交换条件 老夫这才 勉强点头的 听到这一话 林小小顿时 担心不已地 看了眼含江雪 而后下一世地 朝川先生不安地问道 请问先生 不知江雪到底答应 要帮您什么事 看到林小小神情 川先生摆他眼 说道 什么事情 回头你问他不就成了吗 瞎担心什么 难道我这做师傅的 还会让他上刀山 下油锅不成 林小小一时间 被川先生的话 读得有些语色 正不知说什么好 却听川先生 再次说道 我答应徒弟 归答应徒弟 但最后 帮不帮 还得看你这个人 值不值得帮 老夫 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若你的回答 无法让老夫满意的话 这事儿 老夫 照样是不会理会的 川先生 所言不假 他这一辈子 最不喜欢做的就是 管闲事 更何况还是这些个 毫不相干的人和事 总是自己徒弟婚事 他倒还乐意听上一听 在多个半层 都感觉无趣的要命 不过 他这个新兽的徒弟 倒是能耐得很 不但大包大揽 关起兄长婚事 而且 还不知道哪里知道 他多年前 跟人家打过一个赌约 三言两语地 抛出了 极具诱惑里的条件 明言 只要他答应 帮他这个忙 倒是便会替他 赢下那场赌约 如此 他这才动了心 想着 反正途徒让他帮的忙 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这才暂时应下 不过事先 便跟那个丫头说好了 到底最后出不出手 还得看那个林晓晓 值不值得他帮 如何看值不值得 川先生自然是没有提前 透露个寒江雪 不然那样的考量 也就失去应有的作用 说到底 无论如何 川先生还是希望 将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的 川先生 一共问了林晓晓三个问题 每个问题都显得极其刻薄 莫说是林晓晓 就连寒江雪都认不住抱怨起来 他这个师父 能不能说几个稍微好听点的问题呀 一个个扔出来 都跟咒误他大哥一般 实在是太不讲究了吧 不过师父 他就是这样的脾气 一副爱答不答 不答直接回去的样子 省得耽误他做事 索性林晓晓倒是脾气极好 知道川先生 也就是那个性子 并无真正恶意 因此 既没有不高兴 也没有应付了事 而是实实在在的 将自己心中答案给说出来 川先生问他 为何会看上寒静 那样子没用的男人 许个媳妇 还得靠妹妹四处想办法 还得让他这个女人 也跟着跑来求他 他就不嫌丢人 不嫌寒静 他也没担当吗 他的确不嫌 因为他从不觉得寒静 没用 没有担当 他告诉川先生 在这场婚事的奔跑路程中 一直以来都是 寒静在坚持 在努力 在付出 而他如今所做这一点点 相较于寒静 所承受的压力 根本不足为道 旁人不了解那一些内情 根本没关系 但他心中却清清楚楚的 无论如何 在他心里 寒静变成这个世上 最好 最有担当的男子 而川先生 第二个问题 则是问他 若是寒静 仅仅只是一个 普通的平家子弟 那样的寒静 他还愿不愿意嫁 林小小 连想都没想 就很是坚定点下头 直言 无论寒静适合身份 他都不会一改初衷 也无论两个人 想在一起的难度有多大 都不会放弃 听到这些 川先生也没有追问 林小小所言 到底是真是假 他只是从头到尾的 盯着那双眼睛 如同可以从那双眼睛里面 看到灵魂最深处一般 他也没有对林小小所说答案 做出半句评论 神色如常 不过像一个不相干的陌路人 哼 最后一个问题 若是你真下个寒静 没多久 那小子便死掉了的话 我还会看到 那我会有多久的